我呀前两天出了点事故 事故没有摧毁我 摧毁我的是我家人的关系 早晨的我从电动车上调研了 目前整个事发过程 无法用科学解释 就是我不知道为啥 人下来了 拧油门的手死死不怂 不光不怂油门 我还不怂车吧 在事发瞬间果断下车 把车推进了口里 车都懵了 我婆婆在我后边 刚开始还笑呢 因为她刚跟我们去了内蒙古 看过那个套马汉子的表演 就那个拿着从马上下来 又翻上去 再下来再翻上去 所以我下去之后 我婆婆以为我学蒙古人 在前面炫技呢 炫技呢 然后我就摔了嘛 多处皮外伤 最受伤的是后球 也不能给你们看 当时吧其实还好 第二天整个右腿都动不了了 瘸了 而且第二天回到北京 我就开始发高烧 又赶上来大一马 到家我就倒下了 然后我亲爱的家人们 就开始各自用他们的方式 对我表示关心 首先我的婆婆买回来 三大袋子冰 自制了一个冰桶 让我赶紧进去 说受伤了进冰桶 这是分秒必正的事 这文化差也就罢了 我习惯了 但是说话也不会说 他说你相信我才能 我的工作就是 带智力有缺陷的孩子 智力有缺陷的孩子 都很容易受伤 你看你伤得多重 奥快跳进这 满是冰框的水池中去 像我带的那些 可怜的孩子们一样 我的上帝啊 你要病 你要病 你来个问题 我已经有病了 我已经有病了 拿铁看着妈妈 要进这池子都哭了 可能以为妈要被嘎咬子 最后其实还是 大胖媳妇算懂事的 只有这个男人懂 当成的暖宝宝 在妻子熟睡的时候 狠狠贴了我以后背 让我真正体会到了 那种感觉 就想想这段婚姻 后背都一聊 后背都一聊 杰奥达是心疼妈妈的 一直在跟拿铁说 妈妈生病需要休息 但是 我婆婆给她买了 一堆对讲记忆 她是这样操作的 拿铁认为这一个 无那些外国人 吃的晚上都不行 只有这个能吃 于是她来到了 虚弱的妈妈的床前 把她觉得好吃的 都塞进了妈妈的被窝里 别说除了有点个的 我目前拿铁就算袖子了 我以为这个节就算度完了 没想到 还有一个人还没关心我 我的大姑子玛丽莎 工作是照顾小动物 她认为 抚摸动物是 安抚人类痛苦的最好方式 她说她让我同事帮忙 帮她借了很多职 现在都在楼下等着呢 还跟我说 现在加拿大很多的临终关怀 都是这个流程 我说不用玛丽莎 大师说吧 我家那几个人一走 我还能对付一阵 我还没拒绝完呢 都来了 我真希望 我家出了点事 有大事儿 张拿铁的户口本被她拿成丢了 我现在得全网户惯一下 希望广大热情网友谁看着了跟我说 因为现在孩子有点受刺激 众所周知 张拿铁以前是个黑户 一个月前刚拿到了铁领户口 从此在短视频领域兴风作荡 目中无人 挺猖獗这么个人 但是她奶心太大了 太喜欢跟人唠口 在机场有人夸她一句年轻 跟人聊开心了 把装张拿铁东西的一个小塑料袋 给整丢了 可怜张拿铁来到这个世界两年 混到一个户口 才炫耀三周 见到她奶几天 没了没了 反正张拿铁吧 她本来就跟她奶还不亲呢 咱说语言上啊 眼识上啊 三观格局上啊 方方面面 还存在着很大的壁垒 比如在熊猫基地看大熊猫那天 早是拿铁起来晚了没洗澡 Windy呢一天得洗两次澡 洗澡强过证 就一直着急这事 结果在熊猫基地的公共厕所 发现洗手间里有个水管 直接拿起来给拿铁浇了个凉水澡 给张拿铁气坏了 这两岁老头人 是喜欢热水泡脚的人 不喜寒凉 但她奶就是不停 就是不停 本来就有矛盾 你说这一整不就完了吗 所以我都没敢告诉拿铁 我真怕张拿铁 劲上来跟她奶绝交 我就骗拿铁 我说放心妈 肯定给你找着 然后我就告诉问题 我说你赶紧想点什么 找贿赂他一下 你买点好吃的 小孩好骗 问题说那好吧 我去给孙子买点啥道个歉 问题本来是说 要给孙子买点东西道个歉 到了超市都忘了 给自己买了一堆东西 拿铁以为奶奶买月饼 肯定是给孩子的 咱得一人一合 结果回到家婚 你说两孩子一人一个 大方媳妇不乐意 就开始挑事了 跟张拿铁说 你的户口本的地物了 你是不是忘了 你是不是忘本了 我告诉你是你奶的地物了 咱要咱也跟着不到 他是不是伤害了你 拿铁痛苦的记忆被激活了 拿铁想起来了 他户籍铁领 他民族汉族 他不能忘记 他的身份象征户口本 他不能忘本 但是他找不到他的本 铁哥现在整个人 感觉那股劲都没了 都不硬气了 张铁去厨房 想再要一块月饼 他们一顿回答 他啥也没听懂 以前的铁哥会问 这是什么声音 啥玩的吗 现在的他 从人群中走远 来到了我身边 说 这是姐姐姐 这是姐姐姐 那后还是姐姐早达 非常乱心 把老爷的户口 借过来给拿铁看 张拿铁 拿铁 看不 不必天哪 没有什么 拿铁暂时开心 所以我现在全网呼吁 就谁 剪着人家 拿铁户口 台下小间都可以 看谁 找着人家 拿铁户口了 我的婆婆和小姑子们呢 特别想拍一套古装照 因为他们没有古代 加拿大这国家 建国156年 他们的古人 还都健在呢 加拿大的古人 是喝可乐长大的 所以古装照的事呢 只有在这能实现 于是我们就推进了 然后我呢 本来也是在这套 古装全家服里边的 但是我去晚了 我去的时候 大方媳妇和温迪 已经化上妆了 我就等化妆师 腾出手来给我化妆 但是一个小时的 没有人搭理我 我还想 这全家服务 怎么没有人管本宫呢 结果我听化妆师 指着温迪和大方媳妇说 这老两口子都化完了 现在就剩四个孩子了 我才明白化妆师 摄影师 以为他俩是老两口子 我的小姑子 在奥达拿铁 全是他俩的孩子 怎么说呢 祖孙三代人 我爱我家的配置 硬拍成了家人 更好笑的是 这儿所有的人 都以为我是导游 这是我接的外团 以为我来要回扣的 有一套皇帝装 新买的 给特险演员穿 要不第一次就给他穿吧 于是大方媳妇 就穿上了皇帝的新装 皇帝的新装 但是第一次穿 河领的扣就蹦掉了 先帝创业未办 而中扣崩促 中扣崩促 而且皇帝稍稍一站立 裤子就开线了 挺君主立宪的 战的 温迪就喜欢皇后装 问我 我知道你们这儿 有一个什么电视剧 就真什么转 里边的女的都穿我这衣服 我说不是 是里边的女的 都想穿你这衣服 温迪说 那我儿子是那里边的谁 我说你叫温迪 你儿子只能是温氏出物本 温氏出物本 然后玛丽莎选了个糖妆 妮扣选了个汉服 拿铁和在奥塔 也各有选择 最后温迪和大方媳妇 这老两口子 带着他们的孩子 六个儿四个朝代 俩皇帝也撞了 然后就开始化妆 这个费劲 首先皇后 她听不懂汉语 说明了话 还有就是皇后 我看着是很年轻的 但是因为有点细纹 还有点卡粉 再加上贼白 就稍微有那么一点 盗梦发出来的感觉 装化完了 我们去了现场 可热闹了 小皇帝全程不配合 老皇帝衣服一直崩开 然后拿铁不是有个小清朝辫吗 市长师一直指着温迪跟我说 你让老两口再近一点 你让妈妈拉下儿子的长头发 温迪说 我儿子没有头发 没有头发 后来保安过来说 这现在规定不让商业拍摄了 我说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事 那影楼接这活的时候 也没跟我这个导游说 但是没办法 我说那行吧 温迪不让商拍 咱对得回家了 但是温迪坚持 我租了衣服 就算不让我拍照 没到底儿我也不脱 我毕竟租了两小时 哪怕是纯溜的 我也再穿10块钱 再穿10块钱 但是很快就有了一个小群体 围观他 我以为是他们很火的 其实不是 这些人都以为 这是景区有表演的 我在旁边站着 好几个大姐过来找我 跟我说 给我拍一个 我扫你还你扫我呀 我才发现不止化妆摄影 就这里游客也以为我是导游 我就想说 你们都是怎么想的 当然是你扫我了 当然是你扫我了 我要疯了 这外国人和我们旅游的 文化差异太大了 旅个游给我折腾完了 我们来到了美丽的桂林 就是20元人民币上面 美景的原址离江 上传开始 这导游吧 每隔一会儿 就会拿个大喇叭 跟我们说 大家请注意右手边 叫大象吸水 左手边叫巨马回眸 又过一会儿说 咱们现在右前方 就是中外文明的望夫石 他们听不懂就极度好奇 就一直问我 导游说啥导游说啥 我说导游说 问你这个石头 它像一个什么 文迪说 它像一个石头 一个石头 我说你看啊 这个石头站着望向远方 因为她的丈夫没回家 文迪说 那等他干啥呀 还站着等 他不回来 应该也是得拜托喝酒 我要是这石头 我早往能分速 这石头应该叫 再见爱人 再见爱人 反正你跟他们说 啥像啥 他们都理解不了 这外国人吧 他看山就是山 看水就是水 他们的景区就是纯景 不附加任何故事和意境 咱们正想法 咱从小就背故事 就得背意境 你写作文 要是不用 象征你人排比剧 真影响你中考高考得分率 但是他们没有 他们的脑回路是直的 可以说只有脑路 没有回 没有回 前几天我爸跟文迪讲 这个李白的 非流直下三千尺 疑似银河落九天 我爸是这么翻译的 Walter Like a star Winnie说 哦我的上帝啊 星星都干碎了 李白这是一部灾难片吗 灾难片 他们虽然不理解 意境文化 但是呢 还贼好奇 就一直问你问题 我不回答 就问我爸 我爸解释了一天 每个石头像啥 Winnie最后说 你要是硬逼我说 我最多最多 能承认的 现货鸡 现货鸡 晚上十点回民宿 太拉着我爸 要去天台游泳 游到半夜 还得我出来喊 所有人 现在都回屋 甩血 我以前是俩孩子 对吗 Winnie他们算一来 我觉得我是六个孩子 对吗 而且我发现 老大温迪最不好待 给我爸整的体力不止 第二天说自己身体抱恙 我去那屋一看到 啥事没有喝啤酒 就是不想出去被折磨 后来大方媳妇 来广西找我们 我跟他说 我说我爸还有导游 我就费尽心思 跟他们解释 这些石头像啥 你妈和你妹妹们 完全不懂 大方媳妇就找他妈谈话去了 说你们这样吧 有点折着您面子 你们配合一下 人家说像啥 你们就先说像 完事在自己琢磨 这件好 第二天 温迪他们跟我们去冗动 又是一个凭想象力的地方 温迪他们紧尊教诲 一直在捧场 他们带着一个导游耳机 能说英文 告诉他们哪个哪个石头像啥 他们就一直夸 哦对呀 好像啊 耳机说面前的石头是个笋 温迪就 是啊是啊 多笋啊 多笋啊 但是吧 他们那个耳机有点问题 他慢办法 是错位的 耳机说面前的是一个孔雀 温迪说 哎呀真的好像孔雀呀 太生动了 其实他们面前的那是金猴回首 恐惧还没到 我说温迪啊 捧场捧的好 但是捧早了 这个是金猴回首 Monkey look back 温迪说 啊等丈夫猴 我懂 放夫猴 放夫猴